你現在會用什麼狀態或是怎樣繼續創作呢? 我想我的狀態應該都是… 反而因為很多事情外面好像很激動 我的狀態一直保持距離去觀察 我想好幾年那個狀態都是這樣 我可能對於外面那些事情 我都會去了解或者看 但是我自己本身沒有什麼情感上的波動 而我可能看裡面的人的反應 或者是他們處理的方法 還有怎樣對其他周圍的人 可能在社交媒體上的帶動那些方向 我會令到我覺得那些會找到 會思考到某些問題裡面那些… 怎樣說呢? 會令我得到某些點 然後那些點可能就會觸發我去思考到某些作品的樣子 但是外在環境有沒有產生一個阻力或者壓力給你呢? 沒有的沒有的沒有的 反而其實外面它… 就是譬如… 就是之前我可能在其他一些訪問裡面 可能都有說說 覺得可能大家都會基於政治或者什麼而覺得有無力感 那…對我來說 反而我都會思考這個問題的 就是有一陣子都會有 但是我是會覺得那個… 是因為覺得藝術要對這一個… 一個這麼奇怪的社會狀況附上某些責任 所以…而… 而很多時候都會覺得其實… 那個局面… 好像藝術是切不進去的 就是可能他們… 可能是想… 想… 政治那些事情 但是… 對我來說反而沒有什麼這樣的包袱 因為我會覺得藝術… 他沒有用的地方都挺有趣的 所以… 反而… 反而… 就會是這樣… 我沒有什麼無力感這一點的 是… 那… 那… 你現在創作的規律是怎樣的呢? 規律… 都是等運到 哈哈… 但是你是不是… 因為相比於幾隻的… 譬如林東鵬那些我會認為比較… 有個… 真是很具體的規律 就是… 他怎樣都… 很多時間回來工作… 嗯… 做事… 或者叫做… 不是做事都在做的 所謂資料搜集那些… 嗯… 或者… 周俊輝那些可能是… 已經有一堆 deadline 所以他就… 很自然會印刷到一個工作的時間 嗯… 但可能你的個案不會… 永遠都… 都… 很多排到密切 但是… 反而會不會你有自己的規律 就是… 怎樣都… 特定… 某個時間起床就開始做些事情 嗯… 都… 嗯… 我想我是… 比較… 其實少少… 隨… 隨… 隨機一點的 隨機是建基於這些 project 來到那些時間 還是你自己有事想做都是在做的 跟著… 那些 project 插起來 你才再調一下那些事情 我會是… 到… 可能… 閒得太久 然後就會覺得要… 都要… 都要做一些作品 就是… 想法上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是… 它… 突然間想到一些東西 才… 才會開始… 繼續… 深入去思考 但是很少會… 我不是那些… 不斷做 research 或者是… 是怎樣… 來出現… 來產生作品的人 是… 那… 產生作品的… 如果不是… 不是做… 不是很有規励地做 research 來產生作品 那你是… 怎樣… 捉… 捉機 那一種… 因為我… 對我的話會是… 可能剛才所說的 我留意著… 就是我都會留意 社會發生的事 或者是… 看那些人的反應 然後… 可能在裡面看到一些… 就是那些思考結構 或者是那種思考方法 或者是大家信奉的是什麼 然後… 我會… 我會想這件事情 嗯 那… 其實都… 很多時候都會是有些… 想到有些… 有些… 自己裡面有些激動 那… 之後… 會… 可能因此而去… 得到某一個作品的… 形象 就是… 可能我會想到… 可能… 譬如… 好像… 台灣的戰艦有一件… 可能… 我會… 台灣你說2020那次還是… 2020那次 就是… 我會想… 想… 想做一件… 是關於水浸的… 的東西 那… 之後呢… 那… 我可能就由這種想法來… 去出發 就是地下這個… 水位斜 那… 我最初是想… 是… 用水晶膠 或者是用… 呃… 是… 水晶膠透明的東西 然後… 好像… 一塊硬的東西… 掩蓋著一些東西… 之後… 後來才慢慢… 就想… 水浸… 想起就是… 量水位的那些水位斜… 那我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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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水位斜自己是一個… 金屬的物料… 那我就想… 咦… 那不如將它做一個碗… 是將… 做一層很薄的水來… 浸住那一塊東西… 就是它好像自己… 塞住了一些東西… 來浸住自己… 因為它本身有一些黑度在上面… 那所以… 就是我會慢慢… 是這樣… 可能得到某一個… 想法是關於水浸… 然後… 再按著我… 思考都用什麼物料來… 去… 發展一件作品… 所以… 所以… 是的… 它不會很直接這樣來… 去對應著說… 啊… 它… 其實是要跟觀眾有什麼message 或者是怎樣的… 一個… 好像解決方法 或者是好像在… 傳揚一些… 一些文化價值這樣… 都不是一樣的… 怎麼認認… 現在這個階段… 屬於你整個創作階段的一個… 什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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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是什麼階段… 我覺得… 開始… 算是中期了… 我想都是… 我想… 重點不是時間… 重點是什麼… 那個… 狀態… 嗯… 嗯… 我想… 我想… 嗯… 嗯… 其實一直都… 那個感覺都不是信的… 是的… 就是… 當然… 當然… 在畫素描的時候… 是信的… 但是因為… 好像剛才這麼說… 我都會是… 譬如… 我不是… 就是我會覺得怎樣為之信呢? 就是… 它… 好像有一個 research 的東西 或者是… 那種的工作模式… 好像… 日日就已經是…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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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東西 但是… 我可能就… 比較徘徊一些 就是徘徊是… 在想事情上面的徘徊 或者是… 或者是… 在生產事情上面的徘徊 所以… 所以… 我很難說是一個很順的… 那種東西 但你意思是… 不順是… 因為你沒有一個… 好… 很… 很固定的 research topic 或者是一個… 工作模式 所以那個不順 但我自己也是安然接受這個狀態 我不會覺得我要 我不行了 我要變一變 因為有些很typical的所謂不順 就是現在那個風格我覺得不夠 也夠了 不過要有風格 比較傳統的所謂要突破 那又沒有 因為我覺得好像 雖然我的素描的樣態是固定一點 但我覺得在現成物上面 其實它每一次都好像有一個新的感覺給我 就是可能 素描 還給你新的感覺 不是 我說現成物上 素描都會有 可能我 剛才會想 可能我的素描會對應我選取的那樣東西的性質 那我也會想 在一個這麼窄的地方 這麼窄的一個尺度裏面 我還可以找到一些東西給我去畫的話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挺不錯的感覺 我真的好像最近畫過好幾件都是一些透明的物料 那我會覺得 用黑色的物質來畫 想畫出一件東西的透明感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挑戰 或者有趣的感覺給自己 還有因為有時候畫的東西都是很… 因為一畫細緻的東西 就會覺得好像很多曲折的細節 那之後畫一件透明的東西 它是一件平的東西 那我覺得 它有跟自己之前某一些作品視覺上有些反覆 那也有趣的 但是 它也有個譜在這裡 那個譜就是我的工作方法 就是那個配合的方法 那但是 現成物上面那個… 我就比較沒有太大的限制 就是我可能思考方法 或者是我怎樣去呼應那一件事 不同層面的… 可能它那個… 運作啊 或者是它本身那一塊是什麼物料來去思考 那… 但是它… 它都可以用不同的處理方法去做 是… 例如剛才說的滅蚊器 可能我就這樣簡單換枝光管就可以了 之後有一些… 但是都需要體力勞動 好像我一百年在吊軌道做的那個展覽 地下是黃黑色 就是變了黃色和黑色 那我是… 是將一條本身黃黑色的那些危險的那些… 那它都… 就是它都會… 它不一定全部都輕鬆 亦都可以是體力勞動亦都可以輕鬆 但是… 它思考的方法上的路徑上的差不多 那你… 會形容你是有一個特定的… 焦點去做你的創作 還是你… 你是不需要有焦點去做創作的 我不是很需要有焦點的 就是… 我當時很多時候都會是… 是以我當時的興趣為先 就是我想到的是什麼物料或是怎樣 但是可能… 後撤回來去回… 好像邊緣回望那樣 就是想起那些… 我想它就算在不同的處理方法 或者是它那個物料… 那個現成物是不同 但是它呈現的氣質是差不多的一個… 那我就會想一下 究竟它裏面的是什麼東西呢 那就是說你會… 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 所謂的焦點 嗯… 都是… 譬如你這輪呢? 這輪… 這輪… 這輪反而… 嗯… 這輪反而沒有什麼焦點在做運動 哈哈哈哈 嗯… 那最近那次呢? 最近那次嗎? 最近那次… 嗯… 最近那次其實… 嗯…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 最近那次… 即是每一次展覽我都會… 其實我想有幾樣東西 我想focus在這個空間 它本身的空間提供的特色 即是你覺得2020… 是的 其實就算是2018年 其實我想是從2017年開始做… 那次展覽的展覽 開始就會對… 那個空間上面它本身提供的元素 可以怎樣… 呃… 即是刺激到整個… 即是怎麼說呢? 即是好像令整個展覽 的氛圍加分的一種… 一種… 一種… 效率 那… 嗯… 這個保持著都是有的啦 那… 另外… 在當時… 可能… 啊…怎麼說呢? 我的focus… 可以沒有的 你剛才提到的 你是沒有的 可以沒有的 所以應該… 你怎麼理解別人對你的創作呢? 嗯… 不知道 其實很少… 很少跟其他人聊 是… 正常 因為我覺得… 其他人都不是很想跟我聊 不是…那個… 不關… 直接聊的 不關… 不關什麼事的 即是剛才那個… 我只是說笑而已 那麼… 呃… 那些人怎麼去理解… 我想其實他們… 應該都不是… 因為我… 我知道… 他有他難談的地方 例如? 因為就是… 他沒有一個… 我其實沒有怎麼提供… 太多切入點給別人去… 去… 去談論 即是我沒有說… 即是剛才我說我不會… 我不會… 我不會將我的那些… 原因或者動機這樣寫得很明白地寫出來 呃… 我會… 反而我因為另外一方面是想… 是… 文字自己也有他… 有趣的地方 即是他不一定是要… 好像說明文那樣來把那些作品… 這樣… 很… 即是因為如果我自己過展的話我可以這樣控制 那… 所以也都… 他… 他… 他變成了… 令到別人難以去… 去找個脈絡或者是去討論 我猜是這樣 那如果用這個說法反正你… 會不會都覺得你的創作物籠不是直線的 我覺得不是的 那你覺得那個… 那你覺得那個… 有一堆點在那裡 那你覺得是否這樣形容恰當一點 嗯… 可能… 可能星… 星蟲那樣是可能會恰當一點的 因為我也都… 我也都不是很著意要… 特別怎樣將它們… 它們連埋 但是… 但是在一個展覽裡面我就會考慮這件事 但是你說如果再想… 就是… 分開這樣看的話又… 不是一個… 是的 就比較分開的 剛才問說 未必很容易就是… 看到或者理解到別人怎樣看你的作品 但是都總共有人不斷跟你合作 嗯… 那在這個合作過程你會不會… 譬如… 最近這次… 嗯… 台灣這次你會不會… 從那個合作感受到 其實他們對你的作品最有興趣的部分是什麼 嗯… 我想… 我想… 他們… 他們… 會覺得… 小… 就是… 跟我… 就是… 其中比較談得多 那… 那… 他… 他…會覺得… 看台灣少見 少見這樣的… 但是我完全不認識 香港的從來在台灣是少見的 嗯… 就是這句話… 我看不清楚而已 有可能… 有可能是… 我想其實… 即是等於說你的藝術多藝術 反而… 反而… 反而我會想… 我的東西在香港都… 其實… 都好像… 小見 都小見的 嗯… 即是小見不是次數 即是那一類這樣的一個做法上的東西 即是我… 我… 不知 所以我就覺得… 物件那邊我覺得不會小見 嗯… 但是… 就是你已經開始找到你一個很清晰的個人的特質 所以就可能會相對是所謂的小見 嗯… 但是你反而不知是… 即是有時候一說多少就好像是… 去完一些判斷好話 其實重點不是好話 你覺得他們怎樣看你的作品… 譬如那個合作… 通過他問的… 他的問題的焦點 其實你可以… 猜到他對你的作品最有興趣的地方 譬如剛才你很清晰地說 我少見了 即是或者… 總之是台灣少一點的方向 嗯… 嗯… 可能… 可能是… 我想是那種… 那種… 在作品裡面那種冷靜 令到他們都覺得是… 覺得是有趣的 即是會想… 會想… 即是可能談多一點這一方面的事情 即是可能… 嗯… 即是或者在他們… 由作品裡面看到某些… 某些尖銳的東西 嗯… 例如那個尖銳的東西 即是好像… 好像我在考慮那些東西的性質 我如何去將它… 嗯… 即是我怎樣去將那東西 在一個很窄的範圍 如何去拿盡那個… 那個… 它裡面可以運用到的東西 那… 那… 這個我… 我自己都會… 都會有這樣的… aware 即是我怎樣去… 覺得一件作品是… 自己作品成立的一個… 一個東西 那我想他們… 他們對… 見到這一方面 也都是… 也都是… 吸引到他們的… 那… 如果在這個… 所謂… 理解上的不同角度之下… 對你來說… 他們對你的創作的理解 其實對你的影響不得… 參考價值不高 嗯… 開始聊多一點 即是… 因為他… 我想… 因為之前… 之前… 他們那個… 即是怎樣說… 即是他之前… 有什麼去風水? 嗯… 去風水… 他們… 他們… 即是… 在那裡做… curator 他剛好我做… 其實做第一次… 做第一次割展 即是剛好年初那個… 他剛好不來… 即是… 不… 放假還是怎樣的… 之後… 他… 未來… 我下年再做… 那麼… 就不是那個空間 就是第二層這樣… 那麼… 我們剛好再開始聊… 那麼… 所以… 所以未… 去到一個很深入的… 的地方… 那麼… 我也都沒有特別問… 因為… 我也沒有特別去問… 其實… 即是我沒有特別多問…